首届台中市民野餐日 今11日上午 于中央公园幸福登场 凉爽好天气 吸引于万人席地而坐享受美食 徜徉于爵士乐 与蓝天白云绿地之间 活动代言人阿布 一家四口及网红小辈米江 也现身给粉丝惊喜 市长卢秀燕出席开场仪式 宣布野餐日元年正式启动 他更特地准备三明治 市则等台中在地名产 与市民分享 邀请大家走出户外 享受后疫情的低探新生活 今日许多市民朋友带住野餐篮 心爱的毛小孩及书本 在野餐店上享受惬意时刻